欸又有颱風要來了嗎 根據日本氣象廳的資料 目前在關東北方的這個低壓帶 低氣壓在今天上午已經生成成為了熱帶性低氣壓 那預估它將會持續的增強 有機會在未來24個小時之內就增強成為颱風 一旦它生成成為颱風的話 將會是今年第10號颱風山山 預計它的方向是往日本方向前進 因此對台灣沒有影響 中央氣象署預報員黃恩宏說 目前這個熱帶性低氣壓位於關島北方靠近東南側 距離台灣大約2500公里還蠻遠的 而由於環境條件不錯 預計明天晚上就有機會增強成為第10號颱風山山 但未來它的路徑將會持續的往日本方向移動 因此對台灣的天氣沒有直接影響 接著呢轉換話題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孫安佐他在這個全院節目裡面擔任導師 不過日前呢他卻跟台中拳王燒打機 兩個人爆發了肢體衝突 因此兩個人很有可能會在10月的時候 上擂台一絕高下 而日前呢這個孫安佐還是自信滿滿的 他還宣布說他覺得他跟這個燒打機 兩個人對打的話 他覺得自己的勝算是高達70%喔 對他對自己還滿有自信的 那在19號的直播時候呢 孫安佐還也分析了說台灣沒有辦法進步的原因 他說有問題的永遠都是人 他更感嘆說心態不對的話法律再嚴有用嗎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選手在台下被你平分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心情 四萬九日前在拳擊真人秀節目和拳王打了起來 他自從今年6月被警方移送時 比出無量空除的手勢 對媒體領域展開後 自己涉足的領域也無限量展開 不僅宣稱在設計鋼鐵人綁彈背心 還說要上擂台打拳擊 前天直播時他有化身社會學研究家 分析台灣無法進步的原因 有問題的永遠是人 孫安佐爆出口批評 台灣試圖學習國外的陷阱概念 但往往無法徹底學習或應用到實處 導致難以實現職人證的進步 孫安佐隨後又變身為人類學家 分析人類行為的本質 他認為只要有攻擊人的想法 拿槍跟開車有什麼差別嗎 有問題的永遠都是人 他感嘆 心態不對 法律在言有用嗎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到的是台北市內湖區 在去年發生了一起三角鏈的兇殺案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印象 當時一名25歲的料姓女子 他是先後跟23歲的高姓男子 以及45歲的潘姓男子交往 結果後來兩個男生 當然就為了這個女生起衝突了嘛 於是這個潘姓男子是遭到高姓男子砍十刀喪命 那高姓男子一審室被判無期徒刑 而且恥奪公權終身 沒有想到這個料姓女子 他居然是完全沒有受影響 他後來又結交了新男友 其中一位他的新男友是姓李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情敵是姓林 所以這個李男就不滿意說 你這個情敵我看你不順眼 所以他這個李姓男子 他就拿武士刀去砍了靈姓男子的肩膀 還有左胸 而且他還拿打火機焚燒 新台幣200元跟500元 現在是被依法送辦 畫面中的女子留著飄逸長髮 長相可愛 但短短一年內 竟然有四名男子為了他大打出手 回到去年的3月21號凌晨 25歲的料女正與冷氣供45歲的拍男交往 當兩人熟睡時 料女的前男友23歲炸團 受不守高庭蓉突然找上門 潘男與高男隨即發生肢體衝突 潘男用刀割上高男又臉耳時 高男立刻拿出折疊刀狂砍 對方手凶約石刀 導致潘男頸部幾乎要被砍斷 最終送醫不治 高男後來一審被處無期徒刑 尺多公權終身 不過前男友們的官司還沒結束 料女就繼續交新男朋友 從事水泥工的李男 但悲劇又再次上演 在去年的12月3號 李男與料女發生爭吵 甚至還生氣到燒掉新台幣200元 以及500元鈔票 而李男的怒火燒不停 在12月30號上午 他因為不滿料女交新男朋友 所以拿50刀刺入 林姓現任男友左肩膀 導致其左胸穿刺傷合併 左上飛葉撕裂傷及氣血胸 最終士林地院將李男 一故於毀損避避陣罪 處罰金新台幣1000元 另外犯傷害罪 處有期徒刑4個月可一顆罰金 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觀 料女迷人的外表 吸引到不少追求者 但前前後後的4名男友 都沒有好下場啊 我們轉換消息 來看看這一位美女的新聞 好 他是富邦啦啦隊的人氣成員慈妹 他平時非常用心的在經營社群 也不吝嗇跟粉絲分享他私底下的日常 而最近他就在IG上面 秀出了一系列在海邊的比基尼蠟照 而立刻就吸引了大批網友按讚 慈妹身穿一套淺色的比基尼 脖子上掛著一條項鍊 頭上再搭配一頂卡其色的帽子 不僅展現完美的傲人好身材 整體的風格更是相當清新 又富有自然的度假感 他在文中表示 把握當下把我愛分享出去 一系列的蠟照曝光之後 吸引網友按讚留言表示好漂亮 紛紛稱讚他的身材比例真的是非常好 再來看到的是財經話題 台新金與新興金的合併 竟然發生了搶清的事件 中興金昨天臨時宣布 要向金管會申請來投資新光金 因此就出現了金控的三角鏈的局面 而到底金控界的婚事會怎麼發展 金管會也拋出了三大原則回應 台新金與新光金原本預計 明天董事會通過合併印象 不過中興金昨天提前發動了 敵意併購申請消息 形成了金控三角鏈的局面 而金管會副主委陳彥良表示 金管會有三大原則 第一是要求業者整併的過程合法合規 要開大門走大路 第二是希望金融市場的秩序安定 第三則是需要符合股東權益保障等要件 而目前為止這些原則 都是金管會的基本態度 其餘並沒有辦法多做評論 我們從今天白天的定量降水預報圖 可以看到中午過後 包括山區會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正與發展 包括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可能甚至會影響到平地 那在中部的比較靠近山區的地方 可能也會有午後雷出現 那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包括在山區 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可能今天還是會伴隨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下午過後外出還是要特別留意 降雨的狀況跟天氣的變化 那到今天入夜之後 午後內雨的狀況就會變得比較緩和 降雨也會慢慢的減緩 那在未來這幾天降雨的情形 在明天跟後天水氣上還是比較偏少的 所以各地大致都是晴朗的天氣 不過在山區北部宜蘭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些午後雷正與出現的狀況 同樣當中還是會伴隨一些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我們先提醒一下 在今天其實在包括北部 東半部還有在中南部 比較靠近山區內陸的地方 其實就已經有機會出現 35到36度的高溫 尤其在台東地區 今天甚至有焚風發生 那意思就是可能會有36度的高溫出現了 那在其他地方大概在33到34度 那澎湖金門馬祖在這一段時間 因為有些降雨的現象 溫度相對來說會比較低一點 不過明天隨著天氣緩和了 比較穩定之後 溫度上也會有升高的狀態